師傅親自到桌邊 將酥脆鴨皮 熟練片下 做成絕美鴨壽司 還用魚子醬點綴 擁有四十五年歷史的 臺北老字號飯店 斥資三億元 改頭換面 這是為了迎接大巨蛋商機 畢竟這家飯店周圍在大巨蛋對面 是球賽演唱會的最大受惠者之一 尤其跨年檔期還有大咖加持 前往前後張惠妹周杰倫 接連在大巨蛋開場 待望周邊飯店訂房狀況 其中可以看到臺北一零一的 跨年煙火房 特別強烈的 從周杰倫跟演唱會妹的演唱會 宣布發布之後 我們在當作的住房率 大概就有成長百分之十左右 小巨蛋十二月份 也有郭富城的演唱會 所以我們預估整體的住房率 會成長到百分之八十左右 除了景觀良好的如希酒店 位在信義區的軍樂酒店 大巨蛋演唱會期間 住房率上看八成 同樣離大巨蛋很近的成品行旅 跨年訂房已經額滿 涵設艾美酒店面一零一房型 跨年檔期目前訂房率超過八成 大巨蛋演唱會經濟發威 讓周邊飯店住房需求跟著被引爆 三立新聞 花燒品一立庭台北報導 大巨蛋